对话孙卓 回去还是留下 一时半会很难决定 楚天都市报积木新闻 消息 12月7日 被拐14年的孙卓 回到位于湖北建立的老家 与爷爷奶奶相见 一家人吃了这顿迟到14年的团圆饭 下午 在短暂休息后 孙卓接受了积木新闻记者的专访 周末回家时 我也没有对养父母说起此事 后来养父母问警察跟我说了什么 我当时就感觉到 民警说的肯定是真的 但怕养父母难过 所以没有多说什么 学校的老师同学 虽然不知道这些事情 但他们看出我不开心 对我进行了安慰 积木新闻 你什么知道父亲孙海洋的身份 以及他寻找你的经历 知道后感受如何 孙卓 没有 但是听说了 还没打算去看 我怕看的时候太痛苦 积木新闻 你知道自己被收养的是时候 对养父母的感情是否发生了变化 对养父母曾产生过怨恨的情绪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人觉得我该留在深圳 有人觉得该回到山东 他们不管你不理解我 我都没有权利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即便他们说了一些不中心的话 我在两边父母这里都受到满满的爱 亲生父母找了我十多年 非常辛苦 养父母养育了我十多年 也很辛苦 那边的朋友 回忆这些东西都不是一时半会能割舍的 关于我是回去还是留下 一时半会让我做出决定 对于我来说其实有点困难 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两边都是我的父母 我也说不清楚谁倾谁众 该读书读书 该学习学习 以后有时间就两边串串门 见一见 你打开别人的路 需要不担心